前后乐器整齐划一 演奏姿态美观大方 镜头中正在演奏乐曲的是即将在国庆乐兵中亮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合军乐团 十一前夕 中心社记者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某座军营 用镜头记录下联合军乐团的日常训练 年届六旬的小号演奏员雷宇是此次国庆乐兵中年龄最大的上场人员 从1984年首次参加国庆乐兵到即将参加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乐兵 当初21岁的小伙子 如今已成为即将参加第四次阅兵任务的老兵 尽管参加过多次阅兵 在准备今年的国庆阅兵时 雷宇仍面临着新的挑战 你看那个拿着礼号吧 这个需要有一定的臂力 你没有这臂力的话 你刚才举都举不起来的 这个肯定增加了 那个短的那稍微来讲 它就省些力气 离的比较近 这个挂的旗呢 增加了很多分量 为了圆满完成阅兵任务 56岁的雷宇像其他士兵一样严格要求自己 每天与其他演奏员一起在烈日下持续演奏三个小时以上 今年的国庆阅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演奏新作品的数量达历年之最 而为了熟练掌握所有曲目 雷语坦言 除了吃饭 睡觉 剩下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背曲子 每天有个排练的话 你看 常常讲三个多小时 是吧 三个多小时排 你回去以后就是在背曲 因为你都是生的东西 你不背不行啊 这个背曲子难度还是很大的 国庆阅兵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最早入场 最后离场 位于所有参乐队伍的最中央 为了展示人民军队的作风和形象 联合军乐团从音准 节奏 音色到上下乐器动作 演奏姿态都要精雕细琢 确保高水平 同时 为了准备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 联合军乐团还首次使用了多样新式乐器 自1949年开国大典以来 军乐团先后十余次完成国家阅兵任务 而此时 阅兵训练场上 演奏员用嘹亮的号声与激扬的鼓声 以此昂扬姿态迎接着即将到来的国庆阅兵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